台中節二十五歲的選擇 在那裡收車說要坐公車 不過因為公車已經在 他堅持時想要坐車 整個人都動在公車的頭上 不想讓公車走 公車 事件之後冠軍布局處理 經過冠軍現場是按照這 收車的證書 不過這樣的行為 還是違法的 明明車點已經倒起來 不過這台公車就停在樓口 不知人家前進 原來是有一個路路 在大火當中 站在公車的頭前 來作動診斷 公車的事件也報警 請警方道庁 爸 那是他們公司的貴 對 我跟你講 就跟你講沒辦法了 警方像路住困理 加在不發生意外 三火會不三點外 這把台中市区行數的89號公車 來到當行向上路口這個站牌 已經二三關門了 往前開了十多公車 這個路住在後面一直接 在公車騰後紅頂的時候來持車 像是有同十多分間 要去抓那個時間啦 因為都有App可以看啦 因為台中離站 而且車子行駛在車道上 那是本來就不可以讓再開車門 讓客人上下車 那這個部分如果價值確實有這樣子的話 至少我們要作為這個小部遺憾的產主 這才表示為了安全康尿 公車在站後 不敢讓身體還在上下車 警方表示路住的行為 也違反到道路交通管理策劃條類 可以以法來開發 就這件案件來看 他只是想要叫停公車 並沒有實際上讓公車沒辦法行駛 所以還不到 應該還不到達強制罪的程度 警方表示雖然上方都沒有提過 不過在路上爬爬爬爬爬 甚至是有作為交通的行為 可以以法來出三百塊的罰還 那是因法交通事故 也會涉及到憲解 繼續台中總共報道